明天三 Yo gosho 我是某叔叔 歡迎收看今天的 羨慕曲 選卡實錄 那麼在開始介紹之前 請先幫我點個喜歡 給大家幫助到我 此外我的魔王城周邊都帶資訊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參觀選購 那這些數量是有限的 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選卡的部分哦 這次的選卡攻略啊 只是讓最後三個職業了 分別就是 魔力征服 羨慕曲以及守護 那這次我們要選的是守護 守護體系來講的話 對我來講有兩種套路 一個就是用托特的方式 解完那個羨慕曲的任務之後 用炸的把對面給炸死 另外一個是比較偏向 是要用擊尺的手段 就是用丹尼的罪人射飛 去搭配到戀戰的死靈法師 或者是 凱爾貝羅斯來做到一個擊尺的斬殺 所以說 這兩個套路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射飛是比較靠譜一點 所以我會盡量的玩射飛去靠 而托特來講的話 對我而言比較被動一些 他必須要當前回合去搭配到 儀素丹特 才有可能就是一回合 直接砸個死靈血 把對面給帶走 但我們的射飛 只要那個死靈體 一叫出來是個五五的體質 哇哦 那 六飛就可以做出那個 全場死靈的擊尺了 而且啊 你那個死靈體啊 都可以把它當作是 另類的過牌的手段 所以第一選啊 我們就是先把丹尼的罪人 射飛給抓起來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也有望我才能力 跟沉迷的死靈體 那就去選死靈體的部分 死靈體越多越好 接著的話 因為有深淵上效 這個選擇來講的話 必須你要抓到 兩到三三的儀素丹特 才會比較適合 所以我這裡會選 附與蜥蜥蜴 跟記憶的鬼系 來做到一個過牌 再的話 有死靈連結者 以及惡魔鼓手 其實惡魔鼓手這張牌 在聖母學的牌組當中 算是超強的 因為不論你只是拍 激咒效果 又或者是拍他本體 又可以直接解完那個 聖母學次數 沒一費 就等於說解一次 超誇張 而賽射斯特號來講的話 是屬於戰士用牌 你可以拍一個六費 直接封鎖對面的法術 尤其是遇到氣牌龍珠 你可以在他進六費的時候 直接拍下去 他就不能用金龍少年了 因為他接下來法術 一定都是各種的法術氣牌 此外 如果你能夠在結晶的時候 二費拍下他 他也等於說是可以去幫你解 一個聖母學人物數量 所以他算是 接起來也是非常賺的 然後這兩邊來講的話 既然我們到決心走個實驗體 實驗體大概越多越好 到時候實驗體 還可以直接變成 加三加三突進耶 超強 然後再來就是 樂中的研究者 一個描選 好像有點多耶 這個實驗體 那由於我們已經有很多很多的 巴鈺了嘛 那既然你有很多巴鈺之後 你的毀壞習近者 就會變得非常的好跳沸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直接選 毀壞習近者加上賽射斯特號 那既然我們都已經走到了 實驗體這邊呢 等於說 謝幕曲 跟謝幕曲有關的任務數那種東西 就不用太去管他 所以什麼鼓手的 就暫且不要理他 但如果你真的要拚一些 真正的AOE的結場來講的話 以蘇丹樂還是蠻優秀的啊 可是 哇 樂中的研究者真的是順位超高耶 再給他選起來 然後又進來了 就是戀仗跟射飛 我們第二章的射飛 再給他選起來 接著的話 這裡有毀壞習近者跟整邊的先進 一樣 跳沸給他選起來 跳沸越高 你可以越早提前進到那個射飛 可以斬殺的回合 你可以當前回合直接融合一隻兩隻 然後搭配到本體射飛 這樣的話就是15點的斬殺 或是17點的斬殺 相當的理想 只要你有選很多很多的巴鈺從這 然後這邊有三月三校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去配到一蘇丹特 所以就還是選一下 地獄種子跟怒娜 在這邊來講的話 可以繼續選 萬我財女跟迷諾 當然右邊來講的話 也沒有到很差 為什麼呢 因為仔細看一下 死門連接著 他能夠拉的二費以下的線幕曲 有沉迷的實驗體 附與蜥蜴 還有地獄種子 這些東西可以途徑解 有機會途徑解 以及就是直接出來線幕曲 又可以做事 都非常的厲害 但是我們如果要解線幕曲任務術的 能夠拿到效率就只有克里斯托弗了 那他就沒有到那麼的重要了 所以我們還是繼續選萬我的財女吧 然後蜜諾也是等於說 在後期一張的一費五五的結場 那為了增加我抽到八玉 抽到射飛的機會 所以我這裡還是會繼續選地獄中士 又進了一張的毀壞襲擊者 跟死門連接著 可是呢 安妮瑪蒂亞是一張也是超誇張強的牌 然後還有另外一張的忘我財女 所以這邊就需要稍微思考一下 一邊是就是你可以穩穩的抽牌 然後提前做一個斬殺 一個是你如果真的快要死掉了 你七費直接衝出一個大傷害 哪個八點或十點血都很可觀 我自己認為來講的話 可以繼續走跳飛 因為假如能夠就是費數越多 然後順著跳你就越多的操作空間 到時候的話 綠牌也會相對起來比較快一點 然後這些都是可以順到 幫你抽到綠的動作的東西 而且如果我在多學的一張安妮瑪蒂亞 會影響到就是這一張的忘我財女 幫你抽到的拔魚卡片 有可能會小小的抽歪啦 那如果是抽到回歸騎 這還可以連續的跳飛 所以我們先走走看 繼續的實驗體的部分 然後樂中的研究者再給他選下去 就是最後呢 最選是射飛跟克里斯托弗 射飛 射飛找到地了 哇這個好像看起來有點豪華耶 我不知道會到底會幾勝 最終我們選了三張的射飛 三張的樂中的研究者 兩張的沉迷的實驗體 兩張的忘我財女 如果我最理想來講的話 是可以選到三張的忘我財女的 到底有能不能再次獲得五勝呢 就打下去看看囉 好第一場我們遇到的是 征服巫師 那以其手留在百分之面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可以去找到 嗯比如說像是沉迷的實驗體 越多的沉迷實驗體 我就越強 尤其是我可以去 全化去找到射飛 我可以弄某樣的果斷 當然在後手留下二字爆軍也很不錯 因為你可以在後手直接去買這個護 然後到時候他就會提前炸出做一個還蠻大的壓力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由於我這邊會有點卡節奏 所以 我可能可以考慮 都留 也可以考慮就是 直接再去拼射飛 我覺得很像 因為畢竟我們沒有一費的東西嘛 一費就有密諾嘛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可以直接 先都留 然後我看一下這些過牌 可以幫我進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再考慮 尤其是地獄中式也有機會幫我抽到 毀壞襲擊者嘛 那我也可以幫助我自己跳飛 就要沒有抽到好了 我在 呃 之後的回合 再下也沒有關係 哦密如果這邊自己一費進來了 可以稍微解下任務哦 那我們等等的話 可以用一下地獄中式 或者是 沉迷的實驗體 可以 也可以直接再下二招 寶君 因為等等的話 只要進到 適當的回合數 就可以直接開飛 但是我這邊會想要先鋪一個 地獄中式的原因就在於 我想要去拿到毀壞襲擊者 如果他真的擠掉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抽到 那就算他解不掉好了 我們下一會才可以去貼 沉迷的實驗體加記憶軌跡 因為如果我下二招寶君 這一隻被解掉 那我下一會就不能貼二加一了 這樣會少過一張牌 有點小小可惜 對面直接使用爆破法師 你有一費嗎 真假的可愛 跑師的咆哮 他全解了 我這裡有機會抽到毀壞襲擊者嗎 就看這一波了 忘我的才女加拿附與希 好的 雖然說沒有進到我想要的東西 但是我這邊 少說也是可以直接去換掉 因為如果不換掉的話 他到時候每一張法術都會直接去 點掉我的從者 對 然後這邊就只好 穩穩的換掉 那由於對面是 烏斯 那他比較可能就是下一個貴人 可是貴人來講的話 我記得沒錯 他有防破壞 那這點可能你要不要考慮留一下惡兆暴君 是值得去思考的 那我可能要去留下本體的size的號 所以我們這裡就直接壓兩張的沉迷的CNT 然後到時候啊 再使用到忘我才女去融合一隻 所以我的size的號到底能不能留下來呢 這也說不定了 我希望啊 就是可以直接用size的號封鎖住 然後惡兆暴君去扛他9月那一回合 至少可以擠到貴人 然後先把我的謝幕學任務術給做完 讓我的傷害在多少再高一點 對面使用的梅怒提娜要來消我的死人體 哇這一招真的是有點狠啊 而且他這一回合消完 又可以再消一張 還跟我交換嗎 他在打我頭 那我的記憶鬼已經有用武之地了 我這邊進的是右手的樂中的研究者 那我們可以先賦予就是沒有謝幕取的效果的 東西給他謝幕取的效果 然後另外樂中的永久者記得 他進化過後是賦予必殺 所以我就可以給他一個必殺能力 去做一個交換 然後繼續把這個傷害往上送 那等等的話如果我們場面夠大 都可以直接考慮賽勒斯特號下來 去壓他場 但更理想來講的話 是我可以直接壓一張的武武 再下賽勒斯特號 那吃得容易 然後再搭配到喜翁 永久之盾他開兩張喜翁了 但其實對我來講 那他的擋法三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用途的 然後我們這邊就只能就是穩穩的 忘我柴女再融合看看看到 你能不能抓到什麼樣的東西了 但這個對局我在想要不要留克里斯托福 因為就先據他而言來講 他很像對我來講沒有特別的有幫助 喔進來了毀壞襲擊者 下一層可以用毀壞襲擊者加上忘我柴女 喔等等那麼嗨的嗎 哇這個真的是有點狠欸 哎呦樂中的研究者進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K的速 他是沉迷的時間體嗎 要獲得加戰加戰 本回合進場的不算 本我們不包括成本卡片 如果會有物以上的話 等於說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了 幾隻啊 沉迷的時間體 4 欸這一隻很像是5的喔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可以直接用他解 另外一個做法來講 然後好好想一下喔 嗯好用他解 來了 EDI 他樂中研究者 這邊必殺換必殺 這一隻再換掉 最後我們可以拍一張的這個 地獄中士 那由於我這個會抽這個會抽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龍掉一隻 龍掉會是哪一隻就會形成還蠻關鍵的 瑞里斯托弗是有可能解完任務的 所以我在想 龍掉露娜好了 我覺得 塞斯特號跟惡造暴君 可能要多少打點用途 好吧 拜歉了 拜歉了 露娜 雖然說我目的很多 很適合用到 露娜 但 樂中的研究者 跟毀壞騎士者等等 也可以直接做一個4加3 或者是克里斯托弗 加3 都可以先拿效果起來 然後這樣的話我才可以直接下 塞斯特號 他的伊莎貝爾是沒有融合過啊 他的伊莎貝爾如果沒有融合過的話 對我來講是一件好事 來看一下 OK 塞斯特號又進來一張 真是狂興者 稍微奶一下血 我覺得這裡啊 是不是可以C斬啊 龍一隻 送一隻 10點 10點加上 4點 14點 然後進化 那我們就是龍一張的塞斯特號 龍一張的賦與蜥蜴 加上一張的毀壞襲擊者 然後跑出一張的無誤 然後接著的話 來一張的射飛 射飛是入場取嗎 沒錯 這樣的話是12點 13 14 15 16 欸 差一點點 欸我怎麼算歪啦 我算歪了欸 欸我哪說算歪的 10點12 14 15 16 17 17 啊啊什麼東西 1414 16 啊我真的不小心多算兩點 欸真的欸我都不小心多算兩點 沒關係 我覺得我們這裡可以就是無穩的 把他解一解 反正我沒有很多隻 反正我沒有很多隻 哇 哇這個有點傷 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最理想的是做做那個 克里斯多夫加萬我才女 然後哪個5點血回來 然後搭配到這個進化點 這樣我還可以架出一個很大的場面 然後下一回合再去誰展 因為下一回合的話 我有機會就是 呃 萬我才女 不行不行萬我才女不行 好沒關係我們這個大場面 看他能不能接 寶石獸的輝煌 九費就是 大騎嗎 哇大騎的話我們要把場面給拉大會比較好一點 好沒想到打這一手 有點白痴 哈哈 但是其實我還是有機會展 就是萬我才女 到時候 龍河 下去我已經龍了嗎 我下去之後如果抽的又是射飛 我又可以再飛一波了 這可以嗶嗶兩隻 哇打得很準 但沒關係 我們這裡射飛的機會很高 然後因為幾乎我們還有兩張的毀壞襲擊者嗎 然後還有兩張的射飛嗎 剩下來講的話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一張的地獄中士 可能還有一張 所以 機率算高 但也沒有到特高大概三四十趴 毀壞襲擊者幫我抽進來 這點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有辦法進嗎 沒有辦法進 可是要先想一下 如果我這邊抽萬我才女 叫了一隻射飛帶阿飛 很像還沒有辦法展 所以其實我這裡的最好的做法就是 要去做賽勒斯特號 然後打一下這個樂中的研究者 然後多交一張 除此之外的話 這裡阿 要把血量給弄高 因為如果不把血量給弄高來講的話 我是有機會 被他一波大旗直接帶走了嗎 稍微封鎖一下 我不知道他到底刷得幾次征服了 法術先扛住嗎 這是最理想的 就是賽勒斯特號旁邊直接帶了一張的無物 他一定會很難辦 很難受 那如果能做的話就是再一張的大旗 那如果他夠秀就是大旗加沙摩爾 不就死了 我剛那一手真的是有點傷 但是 你結果論來講的話 很像因為強制暴人的關係 我還是沒有辦法誰展 只是 如果我那一波做的再更好一點的話 萬我才女跟這一張托爾斯洛夫都進來 果然是大旗 看我能夠打到多少傷害 哇 還是有點痛 好 好了 這裡射飛自己進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到 忘我的才女 搭配到 射飛的融合 來 15點 帶走 哇 哇 哈哈 打得有點醜啊 但是 可以 這刀牌怎麼很像有點猛啊 好 接著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場的對局 對方的是主教 那我自己覺得主教來講的話 你可能要去 趕快去疊到你的實驗體的數量 才可以用到他的那個突進的效果去抓到結場 其實我玩著玩著還是有發現有一些微微的細節啊 像是 我們的實驗體的數量啊 你要去算一下就是 到底第幾回合會變成55 第幾回合 啊 第幾是進場會變成 途徑 對 像是啊 如果你現在X為2的情況下 你拍這一張熱州的研究者 那這樣的話 第三隻跟第四隻都會 是突進的狀態 那如果啊你是在4的時候 就會兩隻都會是55的狀態 暴龍強化暴龍強化 暴龍強化 然後以這個起手留牌方面來講的話 我們接下來要盡可能去找到毀壞奇蹟的 那能夠在2倍時下到 巴鈺的話 你可以這邊考慮一下巴鈺 可是我自己打法來講的話 我會希望就是 把這一張啊 直接打成是暴龍強化的 因為 十一點數量並沒有強那麼多 而且我起手也沒有 就是 射飛 如果我起手有射飛來講的話 就會考慮直接先跳了 然後到時候就是靠射飛或之類的東西來幫我刷 所以我這邊直接打了一張的附與蜥蜥 然後再使用到 萬我柴女做到融合的動作 這裡我就可以排下第一段的巴鈺 但是等等4費來講的話 你可以選擇就是 毀壞奇蹟者做到一個 提前跳飛的動作 你可以直接再 鋪一下樂中研究者 那這裡可以想一下 然後之後我會覺得 還是跳飛好 因為等等接到6費的話 我們可以再做一張的灰壞奇蹟者 然後等等的話 剩下的3費 就可以使用到死門連結者的進化 一次幫我拉兩隻而從著出來 那通常對面是直接硬蹲尼歐就表示啊 他這一回合想要拚拚看能不能炸出安維特 他只要再補上一張的首腹就可以炸囉 結果 他蹲了兩張的尼歐 這裡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覺得全場被他掃爛 那由於我們還必須要做一樣的事情 謝幕曲現在也才兩張而已 所以是無法緩解掉這個場面的 因此啊 我就決定還是做一下毀滅奇蹟者 簽個跳費 但是在跳之前啊 先用一下死門連結者 稍微拉一下卡片 然後搭配到進化點的效果 拉了一張的死人體 還有毀壞奇蹟者 然後我這裡是選擇多賣一點血去換掉 雷米爾 因為如果他這邊直接空過來的話 他會提前進入到 齊飛 這對我來講很危險 他可能直接打真的 有可能直接打 聖灰女劍士 我都會直接飛走 那我這邊打死門連結者 最主要用意也是 要把我的 謝幕曲的數量給 增多 謝幕曲的數量增多之後啊 我到時候的二兆暴具啊 就可以把這些 呃 藏起來的東西給挖起來 結果他真的用了一張的補血 又再用了第二張補血 我原本還想說 完了完了我會不會挖不起來 就很尷尬因為 只要他的這個 謝幕曲 呃他的血量多於六點血 我這邊都解不掉 對 那幸好啊 他現在都是六六六六五 然後我現在是打四點血的 等同一說我這裡 只要送掉和弦狼人 搭配到自己送掉 不與蜥蜴 就可以使用到二兆寶軍 把這個全場給解掉囉 打到這邊我可以宣布自己獲勝了 真的 砰 然後對面 也只能打聖地的守護獸 然後稍微做一下進化點 解掉我的二兆寶軍 那我這裡會不會再生一張的 實驗體呢 如果會再生一張實驗體的話 我就是又再賽倒 喔有了 有一張的實驗體 現在已經AX來到了山 可是我必須再補一個AX 才可以讓它變成五五 所以要記住的是我這一層啊 可以考慮就是 射飛的融合 那融合巴鈺卡的話 你可以去多一些廢數 只要畫一飛可以交出實驗體 然後樂宗的研究者也下來 AD 然後接著的話 只要進化點給樂宗研究者 可以讓我的實驗體獲得必殺的效果 去換到對面的69 那與此同時我這裡 打錯了 因為我原本的想法是 我只要多送一張實驗體 我這裡就剛好可以開到南瓜頭 但是 我 細節沒大喔 欸怎麼他現在都不會顯示了 總之我就剛好差一次 對我就要多送掉一張的成名實驗體 就可以解了 所以這一首很白癡 就是我原本是這樣想 但是我最後打錯了 就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說 你有沒有可以打錯的風險 但是對面直接投降了 因為我們等等是穩定的15點的爆發 直接帶走了對方 又怎麼樣 詞曲的活動 詞曲的活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